今集的護膚教室會講一下益生菌護膚品和怎樣選擇 益生菌Probiotics除了大家都認識維持腸道、消化健康、增強免疫力之外 其實應用在皮膚上有很重要的作用 但很多人都忽略了 因為見不到 有一些皮膚問題 例如豆豆、老化、暗粒、濕疹 以及很多類型的敏感其實都是源自於菌群的失衡 六七年前開始流行 有很多微生物的學家研究 在皮膚上的益生菌可以治療各類的皮膚疾病 所以慢慢衍生了很多益生菌護膚品出現 其實皮膚表面有很多細菌 每一個平方厘米的肌膚都會有數以十億計的細菌 不用怕 因為細菌都有分好和壞 好菌就是我們經常說的益生菌這一類 可以影響到免疫細胞 其實它是肌膚第一度的隱形瓶漿 你現在看到 摸到這些就是表皮層 但表皮層的上面其實有很多菌 有益菌有害菌 益菌是抵抗害菌 亦同時可以防止水分流失 抵禦紫外光這些 壞菌就例如有金黃葡萄球菌 很容易會令皮膚反紅 光敏 甚至是衡氧 大家可能會想 殺掉壞菌就一勞永逸 怎樣可以殺掉壞菌呢 也有方法 例如你用一些很簡性的 蕃茄洗臉 或者亂飲塗膚品 或者用酒精 或者一些化學防腐劑 都會殺到壞菌 但有個問題 它是同時殺死好菌的 好菌和壞菌都沒有了 皮膚就會越來越差 所以健康的肌膚 我們不是說沒有壞菌 而是在微生態度 需要有好菌 壞菌並存 但要有一個平衡 怎樣可以增加皮膚的好菌呢 當然就是塗一些益生菌的產品 最直接補充 但活生生的益生菌有個問題 就是很難保鮮 所以現在就會用一些益生菌的發酵物 或者碎取物去代替 其實效果都是差不多 譬如有雙其益生幹菌因子 它親膚性很高 亦可以深入肌膚的真皮層 催化細胞更生 配合益生菌 效果就會更強 因為這些發酵物其實不是活菌 它不會自己繁殖 所以我們要加上益生菌 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讓它一路吃的時候 益生菌亦可以生長多一些 益生菌很有趣 它是喜歡中性的環境 太酸太減都不適合它 所以用的時候就不建議和一些果酸 酸性產品 又或者維他命C 酸的維他命C一起用 太簡易也不行 如果真的要一起用 最少要隔15分鐘 了解了益生菌的好處 是不是馬上好想買呢 市面上都有些選擇 我都買了幾支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這一支 P字頭都是來自一個大牌子 有明星的代言 它說用母語的專利益生菌成份 提取至人心的益生菌 就是Pro和Pre都有 也說臨床食證可以在24小時內 有強化肌膚的抗溫力 但我看完它的盒子 我看完所有字 竟然找不到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不是找不到益生菌 益生菌是看不到的 但連整個全成份表都沒有 我根本就不知道這支裡面是什麼 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益生菌 這個都真的要找一下 其實這個全成份表 是香港的法例必須要有的 而且它連一個warning的字眼都沒有 warning就是譬如 入了眼要用水沖洗 過期日之前要用完它 即是那些中英文的warnings 都是香港法例裡面的 而它都完全沒有寫的 所以這支東西 當它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是絕對不可以用的 我唯有上網看看它的資料 它說有臨床食證24小時內 可以強化肌膚的抗溫力 但這些數據就是內部測試 即是它自己公司內部的測試 就不是第三方做的 這些臨床實證數據 其實我們是prefer有第三方 即是不是自己人做 另外一個品牌 B字頭的 是新加坡 但又在盒子找不到一樣東西 全成份表是有的 但沒有product origin 其實不知道在哪裡做的 它聲稱有益生菌和益生源 但完全沒有提及到菌種和來源 它說經過皮膚科的測試 但都在網站上沒有看到這方面的資料 然後它有化學防腐劑 因為它有全成份表 我在這裡看 剛才說了 其實化學的防腐劑 很可能會影響菌群的生態 都算了 它竟然在產品裡面加了水洋酸 水洋酸是pH2.4 是真的比較強的酸 我剛才也說了 其實益生菌 雖然在一個中性的環境 才養到好的菌 太酸太減都是不適合的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 它為什麼會加水洋酸 其實有很多formulator 它不太懂 它隨便覺得水洋酸 就會去角質 或者清潔毛孔 那就加上去 但其實科學 是告訴你 益生菌是不適合 跟這些酸是在一起的 還有這支來自希臘的品牌 找到有全成分表 有product origin 有warning 但都會看到 它用了化學防腐劑 所以對菌群不太好 亦都有人造香料 基本上這個formula 在咪咪媽的眼中 在我眼中都不是clean 它有說到益生菌 是來自乳洛裡面的乳酸菌 但裡面沒有加益生菌 這些死菌 如果不加益生菌 效果真的會差一點 它也有說它經過測試 但這些測試的結果 就不是說增加了多少% 是一些訪問式的 即是說幾多人用過 我就訪問它 使用者就同意 說這人好了 沒那麼敏感 沒那麼紅 只是一些訪問式的 都不是正式數據 最後就看回這支 Dermartic 來自Synergy 它是Made in Australia 有全成分表 是clean science 並沒有化學防腐劑 它可以令到肌膚的酸鹼度 維持在5.6 這些都是益生菌 很喜歡的狀態 它用的是什麼菌呢 雙其益生菌的因子 用的是 分子細 穩定 容易被皮膚吸收 也有臨床實症 可以增加細胞的活力 抑制骨膠原蛋白被分解 抵抗自由肌 維持肌膚穩定性 和減低泛紅敏感的情況 這個測試是第三方 找了20位真人士 也記錄了每一次泛紅症狀量度了 用5%的益生菌 見到9天之後 已經令到泛紅的情況 改善73% 還未完 雙其益生菌 臨床實症 可以抑制蛋白煤 一些分解蛋白 即膠原蛋白的enzyme 達到67% 也可以降低一些不正常的免疫細胞 即是太活躍 有時太活躍才會弄到敏感 會降低這個因子17% 從而增強皮膚的免疫力 亦加了益生菌 是來自谷具的益生菌複合物 連益生菌也有科學實證 可以增加雙其益生菌群的數量 乘三倍 令益生菌的繁殖率多一倍 Compare了四隻益生菌護膚品 我想大家都應該會選擇 不過我總結一下 益生菌對皮膚的幫助很大 平衡菌群之後你的抵抗力會強 所需能力會強 不容易老化和受環境污染物和紫外線的侵害 是很重要的 在鹼損產品方面 你們要選擇一些 首先是Clean Beauty 因為如果它用一些化學防腐劑 其實它在一瓶東西裏 跟菌群是相處不到的 菌群是不會活躍的 另外不可以加一些果酸或太鹼 亦是影響菌群的活動 亦都希望有益生菌的食物 令它可以再持久一點 繁殖多一點 生長多一點 看任何產品 都要看看有沒有全成分表 有沒有一些注意事項 中英文 有沒有Country of Origin 如果選擇益生菌 更加要看看 它的菌類是哪裏的來源 或者更加好的 就是如果菌類本身 都有很強的臨床失症 塗在臉上一定是有效 這就是最重要的了 MemingB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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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